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举人票跨越270过半的门槛 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 重返白宫 而他在胜选演说中 说要开始帮助美国愈合 美国2024大选开票之夜共和党川普可说是一路领先 北卡罗来纳乔治亚宾州三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落袋之后 眼见大势敌定 川普在东岸时间六号清晨两点半 带领竞选团队以及家人献身西棕榈滩的竞选中心 向支持者发表胜选演说 We're going to fix our borders We're going to fix everything about our country We made history for a reason tonight And the reason is going to be just that We overcame obstacles that nobody thought possible And it is now clear that we've achieved the most incredible political thing Look what happened Is this crazy? Thank you 結果經選舉人團投票認證後 川普將是自一八九二年的克里夫蘭總統之後 一百二十多年來第一位失去白宮寶座 然後捲土重來並再次慎選的總統 而他為了支付驗薪封口費 扯出的衛造商業記錄形式訴訟 以及企圖推翻二零二零大選的聯邦訴訟 預料入主白宮之後 也全部都將擱置甚至是撤銷 但值得一提的是拜登總統的家鄉德拉瓦州 跨性別的參議員候選人莎拉麥·布萊德 擊敗共和黨對手惠倫三世 寫下美國性別政治史的心願 另一方面有十個州將多胎公投綁大選 紐約克羅拉多馬里來亞利桑那等六個州都通過保障婦女墮胎權的修正案 佛州南達科塔以及內布拉斯加州投票結果則是否決 恭喜新聞網紅兵議 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承認敗選 六話晚間他先致電川普表示恭喜 而隨後在華府的母校霍華德大學發表全國演說 呼籲支持者接受選舉的結果 並轉而聚焦未來 敗選了的賀錦麗以招牌式的笑容跟大家見面 這也是她在輸掉這場選舉後首度公開現身 現在我認識人們的感應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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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應 現在我明白了 但我們必須接受這場選舉 早上今天我談到川普總統 和他祝福了 我還說他 我們會幫助他和他的組織 和他們的轉移 贺杰力选在某校护华德大学 发表全国演说 这里也是他原本开票业的集会场地 但开票后一路走地 且输掉威斯康星 北卡等关键摇摆州之后 立刻宣布取消所有行程 当时原本聚集的支持者 纷纷失望离去 媒体记者以空荡场景 报导贺振营可能面对的败选因应 就在选举结果大致底定后 宣布重回贺华德大学 支持者再度回来 这次贺锦丽的演说勾勒出民主党人 接下来四年所准备要做的工作 将继续在投票所 法院及公共场所 展开这场战斗 The outcome of this election is not what we wanted not what we fought for not what we voted for but hear me when I say hear me when I say The light of America's promise will always burn bright as long as we never give up and as long as we keep fighting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选前最后两周川普在七大摇摆周 民调几乎都被低估 而且所有误差都是一面倒 当时以为双方非常接近 但贺锦丽处于优势 而最后民调呈现七个摇摆周中有四个显示 川普可能取得些微领先 公式新闻黄令玲电影 从房地产大亨到美国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经历了戏剧化的从政之路 三度竞争白宫大位 而七月才遭遇刺杀 躲过一劫的他 还是常常语出惊人 厂场造势都掀起支持者激动的情绪 这次再度当选总统 将为如今陷入对立的美国政治和社会 带来更难以预测的局面 支持者欢呼不断 伴随标志性歌曲高喊口号 让美国再次伟大 打算恶度入主白宫的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每场造势活动上 此中选民都展现出激昂情绪 期盼川普为美国历史再创奇迹 这位七十八岁的非典型政客 从政制度可说是非常戏剧化 川普出生自纽约皇后区的德裔移民家庭 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商人 在小罗斯福新政时期投入营造业取得成功 一九六八年川普自宾州大学取得经济学学位后 随即加入家族企业 正式开启他的房地产职业生涯 树立于纽约曼哈顿的川普大厦 就标志着川普庞大的财富 只不过做生意还无法满足川普 他早在一九八七年就展现出对从政的兴趣 但他多年来数次更换党籍 公开发表极端言论 过去曾是美国联邦法官的川普 一顾包解马蒂安 就曾私下炮轰亲弟弟毫无原则 尽管如此 川普仍以脱离常轨的民粹风格 吸引大量美国选民关注 二零一六年 他在全民投票输掉近三百万票的情况下 拿下两百七十张选举人票 击败民调一路领先的对手希拉蕊 当上白宫新主人 也使得川普成为美国史上 唯一一位没有军事或公布门经验的总统 川普的个人成就也伴随着许多争议 美国媒体曾指出 川普在二零一六年首次竞选美国总统前 至少卷入三千五百起诉讼案 包括商业纠纷 企业破产案 及针对个人的诽谤和性骚扰指控 此外川普在二零一六年竞选期间 涉及的封口废案 纽约州法院一审裁定三十四项罪名 全数成立 其他像是二零二零年总统大选干预选举 及卸任后带走白宫机密文件 都让他面临多起联邦刑事起诉 川普治理下的美国社会更加分裂 今年七月的宾州造势 一颗子弹擦过川普诱饵 震惊全球 紧接着又发生多起刺杀未遂 显示美国政治对立激化了民众愤怒情绪 和暴力事件 但川普仍不改口出狂言本性 曾经表示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生意 扬言要对台湾收保护费 经济部长郭智慧认为台美经贸深厚 而且台积电先进制成 几乎是一个人的武林 无论是谁入主白宫 对台湾台积电都影响不大 美国总统大选备受关注 国安局长蔡敏艳 道立院备巡前表示 台湾未来会持续与美国维持战略沟通 重点放在重新对焦 在下个阶段台美合作的议题 包括国防经贸供应链的合作部分 提出更多具体合作计划 深化台美关系 蔡敏艳也透露 接下来重点是美国政府交接过程 国安局会加强跟国际有盟合作 交换相关情资 而针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川普日前曾直言 要台湾增加国防费用到GDP的百分之十 国防部副部长博洪辉 也做出回应 军购的部分有新进度国防部证实 我方向美国采购的二十九套海马式 多管火箭系统 首批十一套海马式已经运走台湾 另外托尔B飞弹以及M1战车 也都预计在年底抵台 至于川普选前曾表示 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生意 扬言要对台收保护费 经济部长郭智慧认为 台美经贸深厚 无论谁入主白宫 对台湾台积电影响不大 那台积电在这个先进制程 七奈米以下的制程 几乎它是一人五零 所以你在怎么限制 都没有办法限制它的发展 因为市场有强烈的需求 川普是生意人 他不至于去收保护费造成 他美国产品受到更高的成本 涨价出来影响到民意 我认为这是一个选举语言 因为他要实质实施会比较困难 刘敬钦直言 如果川普向台湾收保护费 受伤害会是苹果挥达 超为英特尔这些估计大厂 因此川普这番话应该是选举语言 反倒是川普将对中国开征乐成关税 并逐年减少对中进口 这对台商是好机会 进入黄曼陈伯玉台报道 读报时间来看到 自由时报是报导 环境部预告修法 打算要将太阳光电 观光旅馆 渔港 还有学校等开发行为的环凭 改由地方政府来审查 最快在明年7月开始施行 不过环团担心 这样一来光电开发案 弊案等乱象 恐怕会更加严重 联合报社提到了 行政院主计总处 昨天发布 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是1.69% 是三年半最低 主计总处专委表示 目前是商品平稳 但是服务类价格仍然居高 中国时报是 世界棒球12强赛 中华队首场预赛 将在13号登场 不过场地台北大巨蛋 没有依照规定 在取得使用执照后 一年内 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 台北市禁管处 在出入口 张贴不合格告示 并且限期 11月9号前要补期 而看完了报纸的重点之后 继续再来关心 北检持续追查金华城案 昨天下午 以证员的身份 传唤了台中市府顾问蔡碧如 以及前民众党秘书长张哲阳 两人复讯后都请回 不过面对媒体追问 两人也都没有多说什么 追查金华城金流 台北地监署昨天指挥联阵署 以证员身份传唤台中市府顾问 也是前民众党立委蔡碧如 以及前民众党秘书长张哲阳等三人作证 曾任金华城都省会外部都省委员的张哲阳 晚间七点半请回 同样也被传唤的蔡碧如 面对媒体大阵仗提问 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蔡碧如今天来这边有什么 屋地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大家一起说 有什么话想要跟顾问者说 蔡碧如在金华城案 首度遭到传唤 询问超过五个小时后 大约晚间九点半结束 面带微笑不出北见 今天状况还好吗 好谢谢 小心 要厘清容积率决策是否涉及其他公务员施压 也要向上追查微经集团的金流 过去的关键对话 现在都成了北检侦办的线索 随着案情抽丝剥茧 也离真相更近一步 记者庄志成 陈鸿毅 朱凤之流选 综合报道 财政委员会 昨天续审 财化法修正草案 蓝营立委一早祭出甲级动员 死守会议室门口 民进党立委到场 与蓝营立委爆发了几波的肢体冲突 最后 担任招委的国民党立委 陈玉珍 只花了三分钟就宣布 财化法修法 完成出审 双方推挤谁也不让谁 民进党立委郭国文 与国民党立委张志伦 爆发肢体冲突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六号续审财化法修法 国民党团寄出甲冬 动用人墙战术 要反制民进党团 杯葛意识 财委会召位 国民党陈玉珍 一度被压在会议桌上 但绿营南敌蓝白人海优势 上午九点 陈玉珍顺利主持会议 火速宣布主条讨论 请问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有意义保留 遇到有争议的条文 陈玉珍就宣布保留协商 只花短短三分钟 财化法修法在混乱中 完成出审 送出委员会 交由朝野协商 高雄市长陈其迈 在特别北上 却没有机会发言 直呼被骗 财化法长达二十五年没修法 攸关千亿税收分配 现行制度被指引 中央集权又集钱 因此蓝白着手提出修法 国民党团版本自定的公式 聚焦百分之六十七 因人口比例分配 特别独厚台北市 首都占百分之三分配 预估释出超过五千七百亿的裁员 民众党团版本 则是成立分配委员会讨论公式 预估释出两千七百多亿元的裁员 民进党赖瑞隆等人提出的版本 则认为配合国家政策 设置高污染产业 空污严重的县市 能获得合理的分配比例 每一个县市的统筹款 通通增加 包含今天打得最凶的 台南市的立委们 你知道吗 你们台南市可以因此 多两百亿元以上的统筹款 我们看到国民党原来的版本 将近五六千亿 那个的确是会影响到 中央政府的预算 中央政府预算本来才两兆多三兆 五千亿就将近是四分之一 当今最大的诈骗集团 跟暴力集团 蓝白造成了财化法的 这种不公不义 没有讨论的状况 民进党强力的谴责 蓝白喊话中央 提出政院办的财化法 修法条文 行政院回应 对于统筹分配 税款的分配公平性 各界仍有不同看法 且差异极大 对于寻求各界共事的 法规草案 期盼条文能够充分讨论 记者黄志杰 陈昌伟 台北报道 一名曾经犯下 未成年猥胁案的 美国籍男子 上个月二号来到台湾 目前行踪不明 移民署已经展开搜捕 而担心追尼男子 会潜入学校等单位来任教 政府单位也发文 给各级学校及补教业者 全面清查 并留意学生的安全 近期网络社群流传着屏东 县府等单位的公文 指出一名曾涉及 未成年猥褻案的 美国籍男子 上个月来到台湾 移民署五号证实 接获AIT通报 以通知各单位协询 查获后将驱逐出境 并禁止再入境 据了解该名男子 现年四十三岁 特征是宗法 蓝眼且身上有多处刺青 二零零一年曾在美国 奥勒冈州犯下未成年猥褻案 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十天 缓刑两年 十月二号从美国 持观光签证入境后 却下落不明 从入境到AIT通报 时间已隔超过三十天 接获消息的家长不免恐慌 地方政府也赶紧要求学校清查 由于男子没有在台任教记录 无法透过不适任教育人员 查询系统查到此人 同时补教业也可能成为漏洞 教育部呼吁业者要遵循补教法规定 要求外籍教师提供行为良好证明文件 防止男子在台取得工作居留许可 也留意学生安全 记者台北屏東报道 寄生公司生产的飞马牌 特条咖喱粉 日前被验出 含有致癌工业染料苏丹红 卫福部食药署检验之后 昨天公布 苏丹色素的来源 就是印度姜黄粉 除了对进口的印度姜黄粉 才监视查验一年 逐批检查 同时也会全面清查 市面上含有印度姜黄原料的产品 计生公司生产的飞马牌 特条咖喱粉 日前遭检出致癌工业染料苏丹红 问题产品有五千多核 已经回收下架大约四成 教育部也宣布 学校午餐停用该产品到明年一月二十号 外界关心 到底苏丹红来源为何 食药署针对酒件原物料做检验 结果发现原来祸首就是印度姜黄粉 食药署表示这笔问题 姜黄粉是在今年扩大苏丹红检验管制前 于去年进口到台湾 而业者今年进口其他原物料 包括辣椒干辣椒粉等 目前都未检出问题 显示边境采取的管制措施是有效的 而为了防堵参有苏丹红产品输入 食药署宣布从十一月五号起 边境检验针对印度姜黄采监视查验一年 逐批检验苏丹色素 另外在后市场部分 食药署也将和地方卫生局合作 全面清茶印度姜黄 对象为一百一十年起至今 还在效期内的咖喱粉 姜黄粉等产品 共有二十二家业者 消署强调 寄生公司特调咖喱粉 检出苏丹红 已经违反食安法第十五条 已经已请检掉侦办中 可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罚八千万元罚金 记者赖水平 蒋龙翔 台湾报道 财政部举办的云端发票抽奖活动 有四位民众重复中了大奖 引发争议 而经过财政部的调查 昨天正式出面说明 表示重复获奖者没有内定 也不是财政部与承办厂商的员工或亲属 但是厂商设计的抽奖程式是积极参与 中奖率就越高 和一般抽奖方式不同 将交由司法调查 第三期奖品则占不发放 律师见证下抽出幸运得助 财政部举办的云端发票抽奖活动 超过九万人参与 光是中奖就不容易 更别说是中大奖 但先来看看这次的得奖名单 官方分三期抽出各奖项 有四位幸运儿重复中大奖 抱走iPhone、iPad等奖品 是好运降临还是背后有问题引起关注 连续中奖 几率感觉不高 在几率上来讲根本微乎其微 他一定有问题 抽奖活动惹风波 备受外界质疑 财政部调查后六号正式出面说明 表示重复获奖者不具公务员身份 并非财政部各单位 与承办厂商的员工配偶或三等亲 以内亲属 那怎么能频繁中奖 官方解释厂商的城市设计逻辑 与一般随机抽奖有差异 白话来说只要积极参与 中奖率就越高 摊开四位中奖人 每日消费记录 平均一天取得两到五张 单笔金额都超过百元 财政部初步分析没有洗发票疑虑 但这些得奖民众是否提前知情 厂商的城市设计也引起讨论 财政部挂保证强调得奖者事前不知情 目前没有重绸规划 但第三期奖品暂时不发放 如今调查局也以立案调查 以清是否有弊端 涉及诈欺防害电脑使用罪等疑虑 继续中央市场合议台北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事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